在东南亚老欧摩顶经济特区生活的第413天 现在是中国时间 8点半 室外气温24度 我昨天晚上特意住在联通路1号这里 为了今天早上能够早一点去那边 把之前的电话卡补办一下 接下来我去刷个牙洗个脸 然后就出门了 现在我行李什么都收拾好了 接下来下楼先去把手机卡弄 它这个地方很近 中国联通就在这个7点酒店的边上 我俩不过来就可以进去办理了 联通是真的黑 就那个号一直没在用 每个月在扣费 但是这个卡它又什么说什么 又疯了关停了 真的要被中国联通气死了 这补卡补不了 注销也注销不了 那是个负号码 每个月的结版也解不了 每个月照常扣你10块钱 然后想要新办一张也办不了 这疯了 叫什么事 刚刚我在背后的中国移动 成功的办了一张手机卡 疯了疯了 疯了以后 什么新的母音号 新的那什么麻花腾号都没了 我本来想着多办几张 他说一个月只能办一张 接下来去电信的看看有没有便宜的套餐办一张 现在我回到了酒店 刚刚在平安好车主上面去申请的那什么免费代办年减的 我交了上百块的什么检测站的检测费 接下来等万人员过来拿钥匙去帮我弄 如果你们是新车的话就不建议这么干 因为怎么说 把车交到别人手中 什么 到时候车辆缺隔不少腿的就不好说了 或者是有什么包换太子之类的 但我那个是破车旧车 所以也就没关系了 接下来边躺着摆烂 边等那个代办人员上门 睡了一觉醒来 现在是国内时间五点半 接下来赶紧开车 前往摩汉 看车辆连结的那个人 他已经帮我把这个车辆连结弄好了 钥匙送过来了 接下来正式出发 前往摩汉 现在是国内时间七点 我到达了这个梦远服务区 接下来带上纸巾 到那个卫生间去做一个长道清洁 长道清洁完了之后舒服多了 兄弟们接下来 继续开着我的小破车 出发前往摩汉 现在是国内时间八点 也就是老婆时间七点 我正式到达摩汉站了 接下来步行到外面去 我打个车 前往摩汉口岸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时间应该是来得及的 国内时间九点之前 能进去就可以了 八点外面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接送车之类的了 我联系了那天 带着我到处找车的那个司机 让他过来接我一下 正好遇到一个应该是准备回去的司机 顺路 我前往口岸了兄弟们 十几分钟时间 我正式到达了这个沃汉口岸这边了 接下来打出国 兄弟们 现在我正式从我们国内的海关出来了 接下来前往那个老沃海关 搬离一下落地前 现在我正式进来摩汉了 外面一片漆黑 这太凉的 我还得去骑上我的电动车兄弟们 对啊 我电动车停在主街那边 只能走进去了 我现在我回到了家里 把各种茶行李都卸下之后 接下来青庄上证 出去交上小助理一起吃个饭 现在我跟小助理会合上了 这家伙 前面我刚进来的时候 他还说想我 可能真的有没有一点 他可能跟别的几个网友玩 有苦 没地方诉说 可能有别的 不知道来越南没嫌弃他 他还 反而应该是 已经形成了什么习惯 在我身边 他才能找到那么一点点安全感 这还是 又是穿这个睡衣出门 不过还好 今天没戴帽子 在我的土豆牛腩饭上来了 接下来开吃了兄弟们 我们几个人在环谷小时这边聊聊天什么的 我们两个人坐在店里面泡茶聊天 酒吧餐团 我开成了个240个人 这样子的话 只要两个人 凑够两个人餐团 就可以开个卡做的 这样就不用一堆人窝在那里 窝在一个小闪台那就很难受了 现在是老窝时间10点 接下来前往酒吧了兄弟们 自从我踏出国门的那一刻 我又年轻了一岁 不对 我又年轻了一个小时 因为有一个小时时差 那我们集合上了 现在来到了酒吧门口这里 请上来陆场开喝了 那我们喝的差不多出来了 今天晚上玩的比较嗨 今天晚上 那个酒基本上全部都消耗关了 今晚稍微来操制他们一下 差不多没关系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兄弟们